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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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的人称他为三绝 财绝 化绝 吃绝 这个人到底有多才华呢 东京大佬细安曾经这样评价顾凯智 以为有苍生以来未知有也 意思是这么有才华的人 古往今来都找不到 现今世界上仅存两幅女史正图 一为宋模本 现场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另一个是唐代模本 也就是大英博物馆的这本 记住 这个模本也是我们现在上能看到的最古的画卷 它虽是模本 但依旧是公认的画中上品 风格古朴 色泽鲜艳 莫属顾凯智画 一直被视为顾凯智 传世名画的代表作 为历代皇宫贵族珍藏 比较有名的收藏者 就是宋徽宗和乾隆帝 历代学者也对女史正图极为看重 现存画卷上 仅历代的提拔和乾隐 就占据了一半的版面 且每一个在上面留有名字的人 都曾声名显赫 依据现有的史料记载 乾隆去世后 女史正图一直被收藏在紫禁城建福宫花园 慈禧太后时期被移往了颐和园 1899年 义和团事件爆发后 第二年 八国联军进入北京 当时驻颐和园的英军上尉 克劳伦师约翰逊 趁乱将女史正图盗走 约翰逊1902年回到伦敦后 并没有意识到女史正图的价值 他把女史正图拿到大英博物馆 只是想让馆员给画轴上的预扣估价 然而大英博物馆绘画部的工作人员 却意识到了这幅画本身的价值 于是以25英镑的价格 从约翰逊手中购得 得到这幅画后 由于大英博物馆对中国绘画知识欠缺 他们请了当时的日本画家 按照日本画的方式进行的装表 且将其拦腰结为三段 并装表在木板上 悬挂起来 这样的结果 就是捐布撕裂出现的吊杂现象 使得女史正图受到了极大的损坏 好在后来 英方请来了上海博物馆古画修复师 邱锦仙老师才让此画重现于世 古画修复之后 在大英博物馆的一再挽留下 邱锦仙老师后来又工作了29年 在此期间修复了三四百幅大英博物馆馆 的中国古画 包括敦煌绘画 从而让更多的中国历史文化遗产得以留存于世 现存大英博馆藏女史正图画卷被分为两部分平方展示 第一部分便是画的提拔和潜意 其次是画心 也就是画作本身 提拔是中国古代书画的一大特色 它代表了书画的名家传承 在装表的过程中 收藏者可以附加捐布获得纸张 古称写在书籍背帖字画前面的文字叫做提 写在后面的叫做拔 提拔代表了一幅画一个有序的传承过程 因为有后来各家的批准和文凭 所以使得这幅画很难被仿造 那么这些提拔到底都是谁的呢 咱们一个个来看 事先说明一下 本来提拔和印章按照传承有序的原则 是有先后时间顺序的 但是前面说过 因为英国人不懂中国话 所以当时明清时期文人留下来的提拔都被裁剪了下来 形成了一些历史断层 我们知道中国画是卷轴画 一般都是自由向左边展开边欣赏 先看最前面的一幅丝绸牡丹绣球外皮 应该算是叫做天头 这幅牡丹古意盎然 虽然不知年份 但书画专家对照前后捐布的新旧程度 认为是宋朝时期添加进去的 紧接着就是咔一个大影 五福五代堂古习天之宝 如此的宣宾夺主 那绝对是乾隆老爷子的 后面是整幅画卷中最大的书法笔记 也是乾隆他老人家的 题为铜管方 铜管出自诗经背风禁语 铜管有尾月异如美 原意为红色的管状植物 在这里是指古代女史用于祭祀的七珠笔 方的意思就是流芳百世的意思 这三个字很契合画作本身的意义 就是画中女史的这些行为将会万古流芳 实际上从这里开始起 后面的应该是画作本身 但是大影博物馆把画作单独拿了出来 将前后所有的铁拔都拼接到了一起 如果大家仔细可以看出 有的棋份章只有一半 而另一半是在画作上 我们来接着看 避开印章 可以看到一株兰花 由上方题款和前影 可知又是乾隆老爷子 卯日赏画师心血来潮的画作 再往左看 很熟悉的宋徽宗的寿经体 那么到底是不是宋徽宗的呢 很可惜 它是金代皇帝金章宗的字体 内容是金章宗手写的章华诗作《女史真》 话说金章宗虽然是女真人 但却是金朝皇帝中 受汉文化影响最深的君主 和宋徽宗一样 洗书法精于绘画 并且是宋徽宗的小迷地 宋徽宗会的 他一定要学会 他比较偏好宋徽宗的寿经体 书法笔记极为酷实 以至于明清以来诸多收藏家 均认为这是徽宗手术 后来经过日本史学家 外山君子室仔细辨认 才确认他是出自于金章宗之手 因为文中公子缺一笔 外山时认为这是为了避会 也就是避张宗的父亲 完颜远辜的会名 除了寿经体书法 还有一件比较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金章宗实际上是宋徽宗的真外孙 当年靖康之变 宋朝皇子被掳到金国后 其中宋徽宗的孙女 驾驭金贤宗生下了金章宗 紧接着往后是一段看似很潦草的传书 这是明代收藏大家相子间的提拔 可能大家对他不是很了解 但是他收藏的东西 大家一定很熟悉 除了女史真图 他还收藏了王献之的中秋帖 王羲之的蓝亭序 李白的上阳台帖 怀树的苦筍帖 杜牧的张好好诗卷 寒谎的五牛图等历代名家之作 连乾隆皇帝都追随他的脚步来收藏书画 最后一场段 看最后的落款就知道还是乾隆的提拔 内容是宋徽宗的宣和画谱里 对顾凯之书画的品鉴 最后咔咔咔再盖上三个字节的印件 第一个印很有意思 三道杠 如果大家熟悉周易 就知道三道杠是八卦里面的钱卦 正对乾隆年号 然后紧接着就是龙 最后是玉笔 说到前印 整幅画卷加上提拔上的 汇总起来大部分都是这三个人的 宋徽宗 相纸巾 以及乾隆的印 整幅画上 乾隆的印整整有37个 不愧为盖章框末 但是你想不到的 是更疯狂的还是相纸巾 大概看了一下 比乾隆盖的还要多 我们最后来看画作本身 整体来看 女史真图以宫廷日常生活为题材 用笔充分体现了顾凯之春蚕吐司 形神兼备的绘画特征 每个人物的形态和神态表现得都极为穿神 前面说过 女史真图是顾凯之根据张华女史真一文所画 所以是一句女史真中的经典文字 配上一幅画作为说明 它原有十二段 因年代久远现存仅剩九段 第一段绘画的是冯杰鱼挡熊的故事 汉原帝率工人看斗兽 后宫嘉丽美人在座 这时突然有一黑熊猛物跃出围栏 直扑汉原帝 冯杰鱼则挺身护住 我们可以看到画卷中的冯杰鱼 虽然身板比较小 但面对跑过来的黑熊是毫无局势 而旁边两个侍卫虽手执武器 一边在张口大声呵斥 一边用力刺向黑熊 但却面露金黄之色 第二段是画班杰鱼 距与汉成帝同脸的故事 汉代按照礼制 皇帝的不脸 是不允许后宫嫔妃上座的 画卷中画了八个工人 抬着车脸 汉成帝坐在脸中 回首看着后面步行的班杰鱼 似乎怪他不肯同城 年后班杰鱼侧身站立 面容庄重 一副高峰亮节的样子 眼中还做一副人 可能是其他嫔妃 面朝一边似乎不敢正视班杰鱼 第三段画的是一片丛山峻岭 丛游向左 最先看到山下有两只兔子在奔跑 却不知山坡上有一只老虎 蹲坐回首凝视 山旁有两只鸟 一只飞翔空中 一只立在山石上回首而望 它们却全然不知 有人在山下视机而射 这里表现的是 女史真文中 重游沉积踢入亥积 意思是 明和力看似巍峨的大山 但只不过是一堆尘土 失去它们就像鲁鸡射出的箭一样快 山顶两旁画有彩云衬托同时出现的日和月 太阳里面有金屋 月亮里面有玉兔 这里是用象征手法 表现日中则则 月满则微的道理 意思是太阳到了正午就要偏西 月亮银满就要亏缺 比喻事物发展到一定程度 就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化 张华在此实际是暗示当时身居高位 全清一时的贾南风 霍乱宫廷 不尊负德 如果不就此改正 必会落得凄惨下场 第四段画的是两名女子对境梳妆 用来表现 人贤之修其容 而莫之士其性 意思是 人们都知道打扮梳洗自己的妆容 却很少人知道培养和修饰自己的情操 同样是在疯狂暗示贾南风 是不是应该多照照镜子 第五段画一张悬挂有为慢的床 一女子侧座床内 斜靠床边 面容严肃 一位男子坐床边 斜上位穿好 回头看着妇女 乍一看 好像是在描绘恭维之事 实际上表达的依然是张华女子针 出其言善 千里硬直 苟为思义 同情以义 意思是 有道德修养的人 即使是在家里没有出门 他说的善意的话 在千里之外也会引起共鸣 被人接受 如果他所说的话充满恶意 那么在千里之外 也会引起人们的反感 并被人猜疑 在这里 很显然是规劝妃子对皇帝因善言相怠 否则即使同床而寝 也会互相猜忌 第六个场景画的是夫妻两人并肩端坐 像是在观看 对面一妇女怀抱着孩子 孩子正在玩球 旁边的一个妇女正在给面前的小孩输小便 孩子看起来不太高兴 挣扎着不肯输 似乎是着急和其他孩子玩耍 画卷的上端 有一中年人端坐读书 身旁有两名女子也一同观看 像是在讲解和讨论书的内容 全段描写人物众多 但表情各异 充满浓厚的生活气息 这里主要想表达的是 鉴于小心 借笔优税 笔心忠诗 则反耳泪 同样是张华在告诫贾南风 放弃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和举动 老老实实待在后宫相夫教子 这样贾家 才能繁衍不绝 人丁兴旺 我们再来看第七段 绘画一男一女 男子在前 然后回首对紧随其后的女子 做拒绝的手势 女子似乎停了下来 做出一种扪心自问的姿态 整体感觉很有故事感 大家可以脑补 这段是用来表示 欢不可以读 宠不可以钻 钻石生慢 爱折积迁 这是在告诫帝王和妃子 不能独宠一个人 如果专宠一个人 这个人长期就会怠慢 爱到过头了 慢慢就会心生怨恨 第八个场景 画一女子端坐 微微低下头来 似乎在沉思 女人面部表情祥和 这里表现的是 一意津津 扶索以兴 进宫自私 荣贤所欺 意思是 为人小心矜持 好运福气就会自然到来 不断地反省和思考自己 繁荣富贵 也就离预期不远了 最后一个场景为结尾 可以看到右边 一手纸笔 一手脱书的 应该是一位女史官 负责记载宫廷非平的礼仪 对面有两位女子互相交谈 也许正在谈论女史所写的真言 以张华女史真篇 敢告树鸡 作为结尾 意思是记录这些女子 应该具备的德行 就是来告诫你们这些妃嫔 女史真图整体来看 就是以莲花画的方式 来教育妇女应该遵守妇德 因此在后世的宫廷中 一直广为流传 同时也经常被拿来 给后宫的妃子 当做一种道德教育的宣传画 看完了国宝 很多人可能更多的 还是感叹其流失海外 实际上 历史曾经有过一次机会 女史真图能够重归故土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孙力人将军 曾经率领着中国远征军 在缅甸仁安枪 解救了被日军 层层包围的英国人 此战之后 英军七千多人的性命 得到了挽救 为了表示对中国的感谢 英国政府提出了两种方案 作为谢礼 第一种方案就是 将增长在大英博物馆中的 女史真图进行归还 另一个是赠送给中国 一艘潜水艇作为打谢 当时正处于战争年代 经过反复考虑 我方最终还是选择了潜水艇 而放弃了女史真图 这也造成了女史真图 如今依旧流落在大英博物馆的局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